星期五登場的這一個 越南跟菲律賓第一次的聯合海上演習 那這是針對中國而來嗎 當然一定是針對中國 沒有別的國家 因為不可能針對美國 所以他很明顯的就是針對中國 那也不會針對台灣 因為現在台獨了 放棄我們南海的主權 那沒辦法 因為賴清德民進黨就是 釣魚島也可以放 南海也可以放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台獨的這群人了 那很明顯的越南跟菲律賓 就是針對於中國大陸來 因為他也不可能對馬來西亞 也不可能對印尼 所以相關的當事國 就中國大陸唯一 沒有別的國家 那這要是呈現什麼樣的意義 就是說南海行為準則的 相關的談判 會因為這些變數而發生改變嗎 我覺得有影響 因為原本是在2023年 就是去年 說所有的三讀都要通過嘛 後來就臨門一腳 菲律賓就開始鬧了嘛 因為本來都談好了 原本有南海共同行為宣言 那是20年前的事 那接著南海的所有的國家 就是相關的國家 東盟他們都認為說 那我們就定一個準則 準則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在海上 相遇的時候該怎麼樣 然後我們現在在 這個整個南海區域中的島嶼 例如說有爭議的島嶼 那我們該怎麼去處理 這個都有很明確的規範 然後他也對於所有的域外的國家 例如說像美國 日本等 域外的國家 進入南海的時候 你應該要遵守什麼樣的一個規則 例如說你不能說我有航行自由 然後美國人他說 我對不起我沒有承認 這個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那美國是全世界少數國家 不承認國際法的 因為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是國際公法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我再強調聯合國 所以它是國際公法 美國人說我是老大 我說法律才是法律 我說不是法律就不是法律 所以你聯合國定了什麼法律 對我嚴重來講都是狗屍 所以他不承認 他也不接受 他也不理會 他就說我有航行自由 我到你家去 我就到你家去 但是你不能到我家來 你到我家來我就把你趕走 這就是美國人嘛 好 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是規範了美國人 所以美國的船如果進入這個島嶼 你必須要遵守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那也就是經濟海域你要通知一生 雖然它是一個公海 可以自由航行 但是你要通知一生 進入毗林區跟領海 你必須要經過允許 要不就是你說我實事無害通過權 我進來我就走了 那都可以 可是對美國人來講他不要玩這一套 可是他又不想得罪整個東盟 因為如果這是東盟跟中國通過的 那這個美國來講只要不遵守 美國就等於是得罪了整個東盟 他這樣執法這樣為難人家 對他又不想得罪東盟 因為他這樣的話跟東盟的關係就會搞壞 怎麼辦 找了一個小老弟的 叫做菲律賓 那菲律賓當初是支持南海共同行為準則的 當初反對的是越南 所以是越南當時的那個反中 的那一個越南的南越的現在被清除掉了嗎 因為涉及貪獨嘛 那個反中的那個人 他當了東盟的那個副秘書長 秘書長 所以是他在暗中破壞 所以南海共同行為準則已經通過一讀 也通過二讀進入文字稿的讀本 要開始準備進入第三讀 後來越南的政治變動 然後越南說他們也同意了 好結果本來是去年年底要通過 菲律賓突然間反悔了 突然間開始搞事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背後的就是美國 也就是說目前在南海搞那麼多事 其實說穿了 就是美國不希望南海共同行為準則通過 那菲律賓鬧事的目的就在這裡 好那你剛談到會不會影響到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當然會嘛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你看今年2020年也別想了 那這美國不就得逞了嗎 美國得逞 但是問題就在於得逞了以後又如何 也就是說如果對於大陸來說 因為南海共同行為準則其實是約束大陸 很多國家沒有看通這一點 為什麼說約束大陸 因為南海共同行為準則它的一個規定就是說 現狀都不改變 所以你不能夠再填島礁了 你不能夠再吹填了 可是整個全世界啦不要講東盟啦 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要搞基礎建設要吹填島礁 那能力所趨於指的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要把它控制的 例如說現在它實質上控制了黃岩島 實質上控制了仁愛礁跟仙兵礁 這三個大的重要的戰略島嶼 如果大陸要開始吹填的話 坦白說勢不可打 誰也擋不了 而且如果黃岩島一吹填起來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軍事基地跟民用基地 那很巨大 而且它直接就威脅到這個呂宋島本身的安全問題 它是一個戰略的一個島嶼 好 如果中國大陸最終假設他判斷說 那已經不可能了 丟掉幻想吧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大陸喔 所以如果沒有南韓行願準則的話 搞不好這些填島造礁的事情 會大規模的進行 大陸沒有 因為本來南韓行為準則就是 就是我讓一步 就是我不垂田 來讓大家遵守規則嘛 來讓南海的平靜 就是說大家都 你現在佔領了我們有爭議 那你就現狀維持吧 我沒有同意 我沒有承認 但是現狀維持 我對你是如此 你對我也是如此 大家都相安無事 然後大家在這個地方按照規則來走 這個是對於整個東盟國家最好的 坦白說也是對於全世界最好的 因為南海是一個交通很繁忙的 很重要的一個貿易線 那南海共同行為準則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根據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的準則所寫下來的 那這個對於整個全世界都是好事嘛 可是問題就是對於美國跟歐洲國家搞霸權的 不會是好事 本來是一個為了要維持現狀的條約 結果現在沒有簽下來 大家就可以來破壞現狀了 那當然就可以破壞現狀了 那所以如果對於大陸來說的話 他覺得你在仁愛礁你的破船不拉走 那我如果開始催田呢 假設中國大陸現在開始 把整個仁愛礁圍起來了 然後他的戰鬥機 他的戰轟機跟他的航母都在旁邊介護了 然後他的這個催田船進來了 開始催了 一直催一直催 就把那一艘破船圍起來 整個都催起來了以後開始做建設 做完建設以後 這個解放軍的軍隊都上去了 然後結果那艘船就卡在那個地方 孤島 不只孤島 是在一片基地中的一個 然後呢 反正10年以後他就崩潔了 你菲律賓的船也上不去了 因為都是變成陸地了 解放軍在那邊巡邏了 砲彈也都 導彈也都拉起來了 黃岩島就開始催田了 黃岩島催田了以後 他那個導彈都對準 這個美國的軍事基地 每一枚都給你對準 防空導彈都拉起來了 然後打這個馬尼拉的導彈 都已經給你裝起來了 然後打美國部署在菲律賓的 所有的軍事基地的導彈 都給你裝好了 那這個然後 這個隱形戰機也進來了 例如說殲20也進來了 戰略轟炸機也進來了 那就更不用講空中預警機 什麼都進來了 然後大型的055的驅逐艦都進來了 那你美國能怎麼樣 你菲律賓能怎麼樣 全世界在南海最強大的 就是中國大陸 非常好 我們來自主機的 是誰只能採取 因為我們來自主的 你從前幾乃